您觉得这种可能性高不高 现在对于病毒的治疗的研究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是疫苗的问题 觉得这个疫苗我们要不断的开发 其实从医学学的角度来说 疫苗永远不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因为就像您说了 这个新冠病毒其实每一个月都在变异 当人传染的人数越来越多的话 这个变异的概率就是越来越大 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个思路 就是要找一个药物 这个药物就是可以遏制住这个病毒的 就在体内病毒的后制的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 Merc的公司会议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研发 其实对我们医学界来说的话 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药物可以出现 这种药物如果出现的话 可以是一种光谱的针对病毒的一种药物来说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达到一种 我们做一种新冠的流感化 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死亡率啊 重症率啊 可以再进一步的下降 因为你做疫苗 再做了再慢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 对于加拿大的游客到美国这个问题 美国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比如说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传染 或者说美国根本觉得 其实加拿大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您的观感是这样 美国不会管 美国人不管说政府还是人 他们都不大会管 因为你看一个先例就是看印度的情况 印度上一段阶段发的这么厉害 美国政府都是支持 是不是要阻断印度人来到美国 所以从这个美国的政府来考虑的话 对于加拿大人来到美国 他们不会有过多的估计 认为这个因素 我们大众更加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对我们来说